菲律宾总统阿基洛星期二出席 菲律宾海军建军周年纪念日 在甲米地举行的活动 针对台湾渔民遭射杀这次事件 阿基洛说他们仍然在等待台湾方面的批准 才能够在台湾调查受害者船隻的情况 阿基洛还表示菲律宾愿意讨论台湾所要求的渔业协议 但是只能够在外交问题解决之后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5月8日 在菲律宾以北的海域打死了一名台湾渔民 菲律宾方面表示 台湾渔船试图撞击他们的军艦 做出射击行为是出于自围 台湾方面随后召回了驻菲律宾的外交代表 并且对菲律宾采取制裁 阿基洛还表示 菲律宾正在通过购买更多的巡逻艇 以及监控设备来加强军队现代化 根据阿基洛去年签署的军队现代化法案 菲律宾今年准备购买的军事设备 包括三艘具有多种用途的攻击艇 八艘两栖突击载具 护卫艦以及具有反潜艇作战能力的直线机 以及一些通讯设备